妳會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除完粉刺 妳會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有快感 就摸我覺得 摸起來好滑 就會覺得好滑 葉莉妳都有什麼方法去除粉刺 其實我用很傳統的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 對 而且我就是把它熱敷 讓它毛孔長大 然後我會塗那個類似就是去角 磨砂膏 對… 類似磨砂去角質的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還是會動手稍微擠一下它 對 因為基本上妳那一顆 而且粉刺很多顆 妳會發現永遠都是那一顆最大顆 對 沒錯 而且我發現會重複出現在一個地方 對 為什麼 是的 一般我們所謂的T字部的地方 最容易有所謂毛孔粗大的現象 是因為毛孔在這個附近 特別的明顯 而且特別容易阻塞 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的婦女 在鼻子的周圍 因為妳的皮膚細細的 對 就這一塊 對 這細細的 然後粉刺卡在那邊的時候 妳沒有把它清掉 或者說妳幾乎舒服了它 妳清不掉它 因為皮膚細細的粉刺卡一點點 結果這久了之後 血管就增生了 血管增生以後 等到妳有一天 把粉刺清掉了以後 血管還在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或者叫九糟鼻 對 九糟鼻 對… 是 所以在鼻子這個地方的粉刺 就是更應該把它清掉以後 相對的血管就不會增生 就不會九糟鼻 對 像除粉絲的方法很多嗎 而且房間有各種 各樣除粉絲的東西 自己去買青春棒 或是這種妙鼻貼什麼的 可是好像有時候 就會留下一些 就是疤痕 或者是說 紅紅的血管就會浮出來 沒有 像我之前就有採訪過 因為有些人 有一陣子那個什麼 這種濕的那種非常熱嘛 對 然後它其實應該要間斷 間隔的 因為它等皮膚修復期一段時間 可是有些人就太急了 一個禮拜反覆的用很多次 結果用到來這樣撕起來 後來就整個皮 有一點被撕下來的那種 受傷的感覺 太可怕了 對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最好的一個方式 用物理性的這個現象 就是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清潔瓶 然後加水 手當然洗乾淨嘛 加水把它乳化 不管你是用香皂 洗面乳 洗面皂 你把它乳化以後 然後塗在你的臉上 當成取角質 把它軟化 軟化那個角 大概五分鐘 讓它毛孔的地方 也可以稍微放鬆 軟化以後 你這個五分鐘到十分鐘以後 你再去給它摸一下 那個粉刺就出來了 是喔 所以要停留這樣子 停留 就是還是要先讓它毛孔放鬆 你再去處理它 對 再給它處 然後這時候 因為你那個水 再加那個清潔瓶的時候 它就具有一點軟化你的粉刺 軟化粉刺的時候 你把粉刺這樣輕輕的把它壓一下 它就起來了 然後你這樣做了以後 毛孔就自然很快縮小了 對的 是 那去角質有用嗎 因為有些人說 像是那個除粉刺 或是去角質 應該一個禮拜 或是一到兩個禮拜 才能做一次 大概沒有用 沒有 因為你角質是一個表面的一個問題 表面的一個細胞的這種屑屑 角質層 因為粉刺是長這樣的 還是要稍微弄一下它 它才會出來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去擠一下 那黑頭粉刺跟白頭粉刺 有什麼差別 對 對 我覺得我最困擾的是白頭粉刺 因為我長的都是內 內包的是不是 封閉的 它根本長不來 裡面有一顆硬硬的 黑頭是那種頭的 所以黑頭還有地方可以擠 我們白頭根本沒有地方擠 主持人他很有經驗 對啊 年輕的時候也是研究過的 白頭它藏在裡面 有時候 因為頭沒有跑出來 你就亂擠 所以它不會變黑 白頭因為它跟外面的空氣 沒有接觸 所以它就不會變黑 所以叫做白頭 可是它怎麼處理 我覺得它很討厭 不過它還就是一顆 所以白頭粉刺的話 就必須 第一個是用一般的針 要試一下 去挑它 試一下 讓它有個孔 第二個是用雷射打孔 用耳雷射打孔 就是打一個孔 打兩個孔 然後打了之後 再把它擠出來 對 所以白頭粉刺是看起來是白的 黑頭粉刺是氧化 是油脂 然後接觸到空氣氧化以後 它就變黑了 對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不要有黑頭粉刺嗎 對 我想黑頭粉刺 都一定會停留的 哪怕你是從 有毛孔 從14歲 你可能到50歲 你還是要 所以一直都要去粉刺 對 就是要清潔 對 你如果不努力的清潔的話 就交給美容師清潔就好了 何況現在的美容行業很方便 你給美容師清潔就可以了 那有沒有什麼雷射 是可以讓它一勞永逸的 除黑頭 沒有辦法的 有毛孔就有黑頭 有毛孔 但沒辦法說 怎麼說可以完成80% 就最優秀的雷射 來除所謂的黑頭粉 是要讓它減少 頂多是把它當作磨皮 把它整成的皮膚 把它磨平以後 相對的 它的停留的比例就會比較低 所以完成力是在百分 有做統計 磨平了以後 粉刺的再長比例是 減少了80% 長痘痘的比例也減少了80% 就是有的人 滿臉都是痘痘的人 這個時候可能要用磨皮 強迫把粉刺層把它去掉 那就不太會長 是 好 在飲食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要提醒的 其實在針對皮膚保養裡面 我們在維生素B群裡面 有維生素B2 它是屬於就是 抗皮膚炎的一個維生素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從一般的 比如說像牛奶蛋 或是黑木耳 或是一般的豆類 還有那個栗子 冬天的栗子 其實它含得很豐富的 維生素B2 你可以再加上 比如說在飲食均衡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辣 辣的 刺激的 有些人他敏感的話 他吃一點花生或堅果 它就會有一些 對 它就有油脂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應該是 知道到底自己吃了什麼東西 引發 會引發後面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 比如說吃花生不會 那有的人吃花生 他就會有一些 有些人吃巧克力 就馬上冒這樣子 對 要自己減少那些 所以正確的保養方法有哪一些 是的 我列了一個基本上的 我們常見的 就是在保養品的方面 強調的是在於保濕跟黃曬 而不是強調美白 因為你保濕的話 皮膚比較不會乾色 黃曬的話比較不會曬黑 那美白的產品 不要用得太多 美白用了之後 不要曬太多的太陽 或者有可能會反黑 這第一個 那麼衣選美容上面 我們通常是可以用雷射來輔助 雷射來輔助 不管你是 皮膚的紅 我們用退紅的雷射 皮膚的黑 我們用去黑的雷射 皮膚的暗沉 我們用美白選的雷射 可以選定正確的雷射 那你不知道的情形之下 你可以先測試 注射的這種 所謂的美白針 我看是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自己喝水 那是最好的美白 跟水果 並不是打針 並不是打針 那麼打針這只是說 如果萬一你有長很多的皺紋 你要把它拉提的時候 我們才考慮到 所謂的注射 微整形的方式 除皺年輕 那生活上的作息 再怎麼強調都是 還是第一個就是在睡眠 睡眠 充足的睡眠 那你萬一白天睡得 晚上睡得太少 白天要補眠 有一個名稱叫 分段式的睡眠 來補眠 有時間就睡 有時間就睡補眠 第二個情形是 飲食要清淡 適量的運動 還有補充水分 這都是很重要的 女人是水做的 水當當 是 沒錯 我們今天講了 美麗翹家人的養存計劃 也提供給觀眾朋友 作為參考 那也希望觀眾朋友 把這些經驗呢 跟專業的建議 落實到生活當中 可以變成這個俏家人 謝謝三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Bye Bye